每次跟朋友出游 总是记账的乱七八糟吗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 制作一个AI分帐机器人 只要扣语化记账 像是晚餐夜市吃了牛排400元 饭店住宿阿汤民宿6人6000元 后续只要说一句开始分帐 就会告诉你每个人应该要再付多少出来 或者是应该再拿多少钱 是不是很方便呢 嗨我是阿当 这个分帐机器人我算是花了一点时间 原本以为很简单 但最大问题主要要出在 使用免费的这个AI模型才搞了比较久 那我试过付费了几款热门的这个模型 对于这类演算逻辑性的语意理解 比较没那么强 不过没关系总算还是做出来了 往下我们就来教大家要怎么制作 GO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功能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运作方式 今天假设你有5个人要一起出去旅游 大家可能会有先订钱的情况 比如说可能谁先订了饭店 哪一餐谁先出了 这个时候你知道大家都加入 这个分帐机器人的官方账号 看谁出了钱 就在里面记录自己出了什么钱 最后记录完之后 等到要分帐的时候 你只要打开始分帐 这边就会计算出全部的金额有多少 那每个人付了多少 以及要再付或收多少钱 这个会直接传送到 每个人的讯息去 所以每个人只要在自己的line上面 就可以看到自己应该要在收多少 或是付多少 不用再统一有同一个人去跟大家说 你要付多少你要收多少 不需要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很快就搞定分帐这件事情 当你下一次要在旅游的时候 想要再重置这个记录 只要再输入重置 这边就帮你清除掉之前的记录了 就可以开始新的记账咯 但比较麻烦的是 如果你每次出去旅游的人可能有点不同的话 就可能要请大家使用完了就退出这个官方账号 或者是呢 其实你就算叫别人一直加入也没有关系 只要他在没有使用的时候 不要来输入内容记账就可以了 其实是不会影响别人的 因为这边的分帐记录 他并不是依照加入的人去做分帐 而是按照有输入记录内容的人去做分帐的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这个人呢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带电任何费用 分帐就不会出现他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大家在一开始就随便输入一个品项 金额输入0元 这样在分帐的时候 就算他没有付出任何的钱 也会记录在分帐里面 接下来我们就要教大家 要怎么制作这个分帐的机器人 好如果你已经有做过相关机器人 应该就已经驾心救手 知道接下来要干嘛的 首先就是要创建一个场景 然后通常第一步骤我会请大家建立webhook 但是呢其实这个分帐机器人 建立起来也是蛮复杂的 所以这边你看 这是我建立的分帐机器人 流程其实蛮多的 他有分成记帐 分帐 还有重置的步骤 这时候呢 其实我已经帮大家先汇出一个档案 直接汇入就可以了 这个下载档案呢 我也会放在资讯栏里面 大家直接去下载 会得到一个blueprint的档案 那只要把这个json档案汇入 就可以直接来修改 这时候呢下载完之后 点击下面的more 然后按汇入importblueprint 然后去选择你下载的档案 选完之后按下save 他就会汇入这个结构 好这样一来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建立那么辛苦 我们只要呢 针对需要修改部分 去做修改就可以了 好首先第一个步骤 当然是修改webhook的部分 好点击webhook 然后按add 输入一个你比较好记的名称 然后按下save 接下来这边产生一组webhook的连结 请把它复制起来 按下save 然后呢先到line的开发者这边来 建立一个新的provider 登录之后记得就直接新增一个provider 你不用做其他事情 然后一样输入一个好记的名称 按下建立 然后选择create a messaging API channel 建立一个新的官方账号 或者是你要用既有的官方账号来做 也是可以的 好一样的呢 输入完资料 页总呢可以随便选大小分类都没差 然后按下确定 好完成 接下来就是进入管理画面 同意 了解继续使用 然后这边再按插 上面聊天这里原本预设是关闭 我们把它打开 把聊天打开 webhook 这边不能点开启Message API的设定画面 启用 然后选择我们刚刚建立的那个provider 按下确定 确定 好这边有个webhook的网址 就是我们刚刚Mac那边产生那个 这一个一开始产生的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储存 接下来回到Nine的开发者这边 点击我们刚刚建立的provider 点击分帐管理机器人 好接下来回到开发者这边 点击provider之后呢 这边就会出现你刚建立的 Line的官方账号 我们把它点击进去 切换到Message API这个页面 往下拉 打开use webhook 第二个也把它打开 然后勾选同意 再把它emble 往下到底呢 channel access token 把它按issue 先产生出来 先不管它放着 好接下来呢 我们到open router这边 登录之后 我们进到keys 然后产生一组新的金钥 一样输入一个好记者名称 按create 然后复制获得的金钥 接下来我们回到mac这边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要去建立每个open router的这个连结 点击之后 按add 一样输入一个好记者名称 然后api key就是刚刚产生的那个 贴上去按save 这边呢都已经帮你输入好了 你不用管它 就放着就好 然后按下save 接下来后面的open router 就简单了 因为第一个已经连结了嘛 后面我们只要点开之后 下拉去选择 我们刚连结了这个 然后都按储存 然后再来第三个open router 就选择完按save 然后再来下一个 好 issue 选择完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再来我们要建立呢 就是json两个档案 第一个json 也要按add 按下 generate sample data这个部分呢 我都会帮你呢 就已经放在资讯栏了 大家直接去复制使用就可以了 像这是第一个json 大家注意一下我会按顺序放哦 这是第一个json 产生之后按下储存 储存 再来第二个json 一样点开按add generate 然后sample data 把它贴上去 按 generate 然后就会产生出来 一样按储存 按储存 好 json两个档案就OK了 接下来我们要修改呢 就是datastore 点击之后 然后create a datastore 然后这时候呢 按add 这边呢 按 generate sample data 一样我会放在资讯栏 大家直接去复制来用 然后按下generate 然后按下储存 save 好这边呢 就已经都帮你带好出来了 然后直接按储存 接下来往下的datastore 就简单了 你只要选择 刚刚建立的那个datastore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要选一下栏位 选标记这一个 然后按下储存 好再往下一个datastore 直接选择 刚刚建立的datastore名称 然后按下储存 好datastore就没问题了 最后一个要制作呢 就是line的回复的部分 我们把它点开 然后按下add 这边一个channelassstoken 就是我们刚刚在开发者这边 最下面 按下issue产生的这个assstoken 好把它复制过来 贴上去 按save 好这边呢 就直接按储存 好接下往下就简单了 我们就都是直接下拉选择就好 然后按下储存 再下一个 一样按下储存 好没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储存一下 看有没有出错 如果没有出错 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看run once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直接来启动 看一下这个效果 回到前一页 我们点击on 好打开机器人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测试 好比如说呢 我直接对分帐机器人呢 说吃夜市吃牛排200块 先看一下他建立有没有成功 好建立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第二个加入官方账号的人 然后一样来试试看 比如说夜市吃香肠260 好看一下这边两边记录都没有问题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试一下不论是谁输入开始分帐都可以 好我们来试一下 照理说是一个要补30一个可以收30 跟大家说一下分帐他会需要时间多一点 因为这边这个第一层的计算 他花比较多时间 毕竟是用免费的AI模型 大家不要太强求 至少不用自己算 好吗 好我这边呢计算过程其实没有问题 但最后LINE的发送这边有问题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错误 顺便教大家呢 如果看到ERROR的话呢 就去点一下右上角这个搜寻框 看他是出现什么错误 好像这个Tool呢有问题 好我们来解决一下 这个是Tool谁 然后理论上Value这边应该要出现UserID 但是他好像没有出现 好我刚排除了错误证呢 帮大家解决一下问题 如果你这边DataStore汇入完之后呢 记得把它点开 所以下面这个标记呢 一律把它输入为未结算 因为我刚刚没有标记到这个文字 所以呢在记录的内容之后呢 没有这个标记的话 会没办法进行分帐 所以大家记得这边标记 输入未结算三个字 然后按下储存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重新记录一次 然后测试看看 好我这边重新记录了两笔帐 一边一样记录200 一边是260 好接下来我们再试一次 输入开始分帐 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边分两个呢 原本其实想要一个就搞定 但不知道为什么 把所有的Prompt 放在同一个AI里面 免费的AI模型呢 怎么样都搞不定 我想要的结果 最后呢 我就把它分成计算 跟拆分资料 就搞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呢 结论呢 我还是用两个来做 好这样就完成了 你看他输出了 就是每个人应该要在 支付的 或者是收的多少 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呢 要在-30块 这个呢要在收30块 也就是他给他30块的意思 所以这个分帐机制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我们再试一个 重置 就是当我们这次已经分帐完了 我们就按下重置 好 那就会清楚所有的记录资料 然后就可以重新一笔 新的分帐开始啰 好现在这样给大家制作 是不是简单很多 这个流程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一个一个点击进去看一下 看一下我这个Prompt怎么设定呢 或者是我这个流程 大概是怎么跑的 比较了解这个逻辑之后呢 大家也比较方便呢 制作自己想要的 这个AI的机器人 看完后 下次和朋友出油 快让大家呢 一起加入你制作这个分帐机器人 随时呢就可以快速结算分帐 不用再去想半天 到底花了什么 谁付了多少 谁又应该要再收多少钱 今天的分帐机器人 就分享到这边啦 大家如果对什么样的AI教学 还有兴趣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喜欢这支影片 别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是阿汤 下次见 拜拜